绘画是人类记录认知自然的最直接质朴的方式 而植物又是人类最容易接触到的生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植物都是人类主要的食物和药物来源 人们需要依据描述来寻找不同的植物 而图画无疑比任何文字描述 更形象和直观 植物学家用文字描述研究成果 而植物艺术画家 以绘画再现植物的自然形态和内在特征 与普通绘画不同的是 植物艺术画需要形象 细致 精准地反映植物的形态特征 同时又要求与艺术融为一体 科学与美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在西方早期的医药或农业典籍中 植物绘画就已经存在 最早的科追溯到古希腊医学典籍《药理》的植物插图 但它们只是简单描绘了植物在某个时期的基本外观 谈不上是科学绘画 文艺复兴拉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 自然科学与艺术迎来了蓬勃生机 大师巨匠横空出世 达芬奇痴迷于植物的形态 在他的手稿中能看到各个角度的花卉速写 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地区的画家们都是精湛的画花人 虽然那是花只是点缀并非主角 但当艺术开始注重科学信息的准确性 同时有足够的技术和知识作为基础时 植物科学绘画就真正出现了 植物艺术画的真正诞生 是15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 当时欧洲的科考舰队聘请专业的画师随行 继续和描绘了大量动植物新种 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艺术作品 19世纪的比利时植物画家雷杜德 成为了极大成者 他一生创作发表各类花卉画作2100余幅 涵盖1800余种 他的作品风格引领了当时的审美潮流 也对西方的装饰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对植物的描绘画 本草图经 本草纲目 旧荒本草都有着对植物的描绘和记录 1848年刊印的植物名识图考 是最早的中国植物学图谱 为1714种植物汇制出了1800多幅食物插图 清朝末年 广州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最大的港口 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 众多植物爱好者和画家聚集此地 他们除了大量搜集中国植物种类 还顾请并培训大批的画师绘制植物画 出口远消到欧洲各国 灵南植物画 这种融合了中国传统计划 和西洋绘画风格为一体的画作 也因此声名远扬 这也为中国植物艺术画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随着植物分类学传入中国 1922年冯成儒为中国植物图谱 中国经济树木 绘制了标准植物科学画插图 真正意义的植物艺术画 终于在国内出现 新中国成立后 自然科学界百废待兴 以冯成儒为代表的一大批画家 他们开设美院传道授业 培养了一批现身科学事业的骨干画师 分别服务于中国科学院系统 医疗卫生系统和教育行业 中国植物质的边缘 是植物画在中国最辉煌最鼎盛的时期 这部跨世纪的科学巨著 共计80卷126分册 历时45年才完成 为中国植物学界培养了164位画师 他们画了三万多种植物 完成了世界上最大型的植物学巨著 随着植物质的编撰完成 专职从事植物艺术画的画家迅速减少 植物艺术画的交流也逐渐生疏 春秋百年 植物艺术画度过了最寂寞的岁月 但先被剥下的种子 仍然在年轻一代中悄然萌发 今天在国内的各大植物科研机构 依然可以看到孜孜不倦 富岸创作的植物画师 面对桌上干瓁的标本 一笔一滑 在纸上还原立体而鲜活的植物 这群画者一如既往的坚持 砥砺前行 不如使命 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进一步重视 对绿色自然愈加渴求 植物艺术画逐渐回到了公众视野 重新焕发生机 凭借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植物艺术画让读者贴近自然 体位到大千世界中的万物生长 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东西方文化空前交汇 植物艺术画的绘画记忆也飞速提高 以李爱丽 李赞谦等为代表的 新生代植物画家 结合现代趋势 对植物艺术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创新 六年一届的国际植物学大会 在其百年历史上首次落户发展中国家 来到中国具有重大意义并将产生长远影响 第十九届国际植物学大会 将唤起公众对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 进一步关注 彰显中国弘扬生态文明 促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的决心 植物艺术画也迎来了它的又一个春天 举办国际植物学大会历史上首次植物艺术画展 不仅架起了全球植物艺术画家沟通交流的桥梁 更让植物艺术画走出科学殿堂 回归公众视野 展示自然之美 兼具科学与艺术 植物艺术画必将大放异彩 惊艳世界 iral员 人员 计刑 最大的 全球 前景 NBC 前景 岳